另外我们还要延续上一集 找来了南加州资深旅游生活家 介绍风光明媚的澳洲 与世界七大自然奇迹之一 大宝礁之后呢 更多丰富的自然美景 在澳洲政府的细心保育之下 已经陆续开放了 因此阳光之旅 澳洲大宝礁12天深度游 这东森新闻就要带观众朋友 一块去深入探索 前进全球面积第六大 也是南半球仅次于巴西 第二大的国家 澳洲 蓝天 白云 绿地 开阔的视野 与大面积的原始山林 一路绵延不绝 是这里最常见的景象 尤其是走到东岸 还有一连串碧蓝的海水 与洁白的海浪 长潮退潮 一前以后 轻拍着美丽又洁净的沙滩 这里就是世界上 极为稀有的旅游圣地 行程上面 我们就是挑了很 很重要的几个城市 让它的整个行程上面 能够不单单只是包含 很自然的风光 那也有很现代的东西 然后也有比较 旧一点的怀旧风情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让整个行程 比较平衡一点 什么都可以看得到 不只专程为旅客安排 一定会去玩 世界七大自然美景之一的 大宝礁 享受各式各样的水上活动 亲近大自然之外 强调智者要水 人者要山 两者兼顾 精彩的路上行程部分 同样也会进入 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 蓝山国家公园 要从山上往下眺望 开阔的高原与山脉 并且亲眼见证 什么是空气中的蓝 事实上是因为 这个尤加利树 它们在阳光照射的时候 它会发一种油脂 那这个油脂的微粒 漂浮在空气当中以后 再经过阳光的照射 它是应该会有一种 淡淡淡淡的蓝色 所以蓝山的这个名字 由来就从这边 赞叹澳洲的壮丽美景外 结合现代化的高科技 澳洲政府更特别在蓝山国家公园中 捷美逊峡谷内的陡峭岩壁之间 精心建造出全世界最倾斜的 矿坑角链车 方便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近距离的观赏 这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我们会搭乘一个铰链车 这个铰链车它大概垂直下去 大概有72度 那当时这个铰链车 其实是采煤矿用的 所以它是从1940 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所以我们会先带大家体验说 搭这个铰链车往下走 往香谷下走 那沿途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的像森林的美景 除了赞叹大自然的神奇 也不忘带旅客一起感受独特的人文 前进澳洲人口排名第二大城 拥有澳洲文化都市之声的墨尔本 这里有的是繁华的世荣 与拥挤的人潮 弥漫南半球大都会的气息外 更特别的是 还有怀旧观光电车可搭乘 它是一个比较古老的电车的方式 就像有点像我们在旧金山的 叮当车啦这些 那我们不是只是带大家说 我们去那边 然后等到电车经过的时候 在车上让大家照个相 我们是会带大家真的去体验说 当地人他们生活的方式 他搭这个车 比如他上下班的时候搭这个车 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不只全程精心安排 各种大大小小截然不同的 自然与人文景观 来提供旅客一趟全家结伴 好出游的行程外 秉持提供最高服务品质的坚持 行程更是全面升级 有一些特色餐食的安排 去吃龙虾啦去吃牛排啦 一些港湾的游轮餐以外 那在旅馆的部分 我们都选择的是非常好的location 在比较靠近市中心 让大家如果晚上还有力气 然后还有时间的时候 可以出来走走看看 那全程也都一定都是 四星以上的旅馆 打出2015年最丰富的澳洲行程 阳光之旅 澳洲加大宝礁 十二田深度游 十一月十一号出发 行程不含机票 两千六百八十八美元起 观众想了解更多精彩行程 欢迎上官网查询 东西新闻用治理中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